我們找Landy出來談談外圍現在最新的市場的反應 看到油價明顯高位急回了下來 俄羅的戰士都是繼續 暫時大家是憧憬會不會有機會緩和呢? 烏克蘭總統就說可以作出某些妥協 就說要邀請跟普京會面 不過暫時普京還未表態 股市已經急速炒氣了 你怎麼看現在大家對市場反應來說 是不是之前的避險情緒好像突然降溫了很多 我覺得幾樣東西 如果你說避險情緒 昨天就比較明顯的 那你見到 如果對於很多家庭觀眾未必可以看到太多資訊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就是看著歐羅 其實歐羅昨天都已經很快 一下子抽升上來 去到1.105那些水平 其實如果 我自己覺得如果他升得上去1.115 那其實那個氣氛應該是會更加好的 1.115就是這件事 就是澳事件這件事曾經 叫做有個平台區 叫做跌破了的 那就是一般觀眾可以用這個參考 好啦 2.115 2.3 2.5 3.5 2.5 3.5 2.5 3.5 3.5 3.5